芸汐,你总算来了,大家都等你呢 芸汐给太后娘娘请安,给皇上请安 谁知,太后居然亲自搀扶起来 芸汐,人证物证都在,小贵妃是下毒的幕后真凶 可是楚姑娘却说不是,说这毒药有问题 哀家也不是不相信楚姑娘,只是找你来,哀家才安心 母后,既然是楚姑娘发现蹊跷的,朕看这案子还是让楚姑娘来调查吧 朕也想见识见识楚姑娘的毒术 王妃娘娘,不如这样,我们各自调查各自的,看看谁先水落石出 我们以三日为限,如何? 随你 为了方便查案,韩芸汐和楚情歌都在宫里住了下来 龙非夜知晓这件事后,立马让赵嬷嬷进宫伺候 交代了,必须寸步不离 天徽皇帝临近正午才离开 离开没多久,就令人给楚情歌送来一顿丰盛的午餐 至于韩芸汐 她和赵嬷嬷待等轿子过来,接去住处用膳 哎哟,你们怎么还在这里啊 赵嬷嬷,咱们走过去吧,反正也是闲着 韩芸汐,你们要是饿了,我让他们先别收拾了,你们去吃吧 楚姑娘,这座寝宫里刚刚死了主子 你堂而皇之在她侧厅里大吃大喝 就不怕,她晚上找你讨食啊 老奴才,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呢 那是皇上赏的 你的意思是,皇上做得不对了 楚姑娘,你在这里这么皇上长皇上短的 韵妃娘娘听了会不高兴的 韵妃娘娘生平素爱吃醋,你不知道吗 怎么,皇上偏袒我,你们嫉妒呀 楚姑娘说的什么话呀 这后宫里的都知道皇帝向来公正不已 怎么会偏袒你 若说偏袒 我家秦王殿下倒是经常会 是吗 那怎么不见秦王殿下来送饭呢 秦王妃 听说秦王殿下极宠爱你 如今看来 传说也不过就是传说而已呀 秦王殿下架到